接着上节课的内容 我们把周末游组件这部分的代码编写完成 咱们呢打开编辑器 在这里啊 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组件 叫做Weekend 第二View 然后呢 我们可以到页面上先来看一下 周末游的组件长什么样呢 它长的是这个样子 它呢和上面这个列表很像 只不过啊 风格做了一些切换而已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这么写代码 我把recommend.view的所有的内容 复制一份 粘贴到Weekend.view之中 然后在home里面 当然我需要改一下名字 我把这个组件的名字做一个替换 就不叫homerecommend了 而叫homeweekend 在这儿 我去引入一下 weekend的这个组件 weekend homeweekend 可以了 我在home组件里使用这个局部组件 然后呢就可以这么去写home下面的weekend 写完之后 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大家看一下啊 下面又多了一个热销推荐的区块 我这儿呢做一个调整就行了 打开weekend的里面 我呢把热销推荐改成 周末 去哪儿 然后呢对这些样式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修饰 首先呢这个时候 每一项起名字叫做item 这个无所谓 我们需要在这个image标签外层 包裹一个DIV元素了 然后来一个class等于 item-image-wrapper 我们呢去改写一下下面这块的代码 item这块我就不给它display flags 也不要这些东西了 所以呢 我可以先把这块的内容都删掉 这块的内容我们向前提一个 行 在这儿我先写一个 item-image-wrapper 这块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咱们找到官网上 我们去随便拿一张图片 我复制出这个图片的地址 做一个保存 然后在我的这个数据配置项里啊 我把这个数据都改一下 这三张图片我都替换成新的图 那这个图呢是640乘以214的一个比例 所以它的宽高比你计算一下会发现 差不多是33.9% 所以这块我就可以这么去写 height然后0 上面别忘了加一个overflow height 然后呢来一个pad-bottom 33.9个百分点 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页面下 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一开始这个位置已经给你留出来了 那么下一步就是我要把图片填充进来 非常的简单 这里 我不要给图片宽高了 也不要padding了 直接让它y字 百分百就可以了 保存 回来 你可以看到这块呢 图片展示也就不会有大的问题了 那么我们把下面的深海海洋世界这块的内容调整一下 其实你会发现 这么写样式上也就可以了 我们把查看详情呢 可以给它去掉 所以在上面我们把查看详情去掉 保存一下 我们向下翻一下 看这块呢 可以去掉的东西就把它去一下 flex1可以给它干掉了 padding这块 这个也不要 padding这个 我们也可以不要了 所以这块呢 我们也可以去除掉 item button 也可以去除掉 往前加一个锁进 保存 到页面上来看 ok 还是有点问题的 也就是说你最外层最好还是要加一个padding的 那么恢复一下代码 padding留着 只要把下面的item button去掉就好了 保存 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 周末去哪的这个模块 我们也就完全的做完了 好 做到这儿呢 我们对首页的布局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实现 当然呢 我们虽然是仿着去哪网来做 但是有些细节点啊 我们也没有完全的按照去哪网的形式 全部的复制过来 我们也有一些东西自己进行了自己的实现 当我们啊 把我们的页面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在这一部分的代码编写中呢 其实我们主要干了两件事情 首先就是把一个复杂的首页 拆分成了一个一个小的组件 大家还记得 课程之初我就说 组件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页面上的一部分内容 那现在呢 你能明显的体会到这个定义的一个意思 好了 当我们拆完组件之后 一个非常大的网页就被拆分成了很多的部分 那如果你需要改变哪部分的代码 直接改定的view文件就可以了 它会让我们的代码维护性得到提升 其次呢 需要大家去看一个可能你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我们打开swaper.view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我们用了一个swaper这样的一个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第三方的组件 你可以看到 我们往这个组件里传了很多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传递进去的呢 实际上仔细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通过slot 也就是掐槽的形式 把我们的一些页面里的具体的数据 传递给了swaper这样的一个组件 那么这个例子大家呢可以仔细的去琢磨一下 slot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有的时候啊 我们在用组件的时候 我们希望组件的一部分内容可以被副组件去定制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这儿采用slot的形式 往这个组件里传递一些可以被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内容 那么最后呢 我们把刚才写的这些代码提交到我们的线上仓库里面 到桌面上 我们运行 git add.git commit 叫做 add recommend git push 这个时候啊 我们刚才写的这块的代码 就已经被提交到线上的仓库上去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这么多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